香港日记 1995年3月21日至27日 英国怯懦 我有话说 作者 彭定康 播讲 夏秋年 3月21日 星期二 驻北京大使馆发来一封电报 希望我们就终审法院的问题协商 信件内容怯懦软弱 我对此大为震怒 电报草稿必然是在伦敦官员的默许下完成 我们对此做出了强硬回应 我们在港的高级公务员 对这种懦弱的举止感到愤怒 他们认为随着交接时间迫近 要让公务员为香港利益着想 而不是像哈巴狗般唯命侍从 实属难事 更严重的是 他们觉得伦敦当局和驻北京大使馆 已经准备投降 3月22日星期三 我和在台的英国官员会面 并再次见识到伦敦当局有多么软弱 这位官员认为在欧盟国之中 英国对台的态度最为谨慎 深怕惹恼中国 台湾国贸局局长访问伦敦时 我国贸易大臣夏顺廷拒绝会见 几个欧洲部长反而准备好与他会谈 我倒是想看看 夏顺廷这趟中国之行会带来多少实际业务 下午我再度为香港电台的节目 给香港的信提笔 主旨是港人必须相信自己可以带来改变 只要他们坚守这座璀璨城市背后的核心价值 就可以把这种观念延续下去 意诸给香港的信为时事节目 由香港各界人士以书信形式向香港市民发表意见 我在信的结尾写道 香港某些部分必然会在1997年发生变化 这座大都由华人组成的城市具备国际视野 历史的金玉让它成了英国殖民地 到了1997年 即使香港的特点依旧得以保留 并获得认可 但它已成为中国的一座城市 1997年之后 如果香港依然拥有言论自由 仍能包容多元观点 而我还有机会写信给香港的话 我坚信收到此信的社会 还是一如既往的自由 繁荣和高尚 人们便会在中国的旗帜下坚持与法治共存 若是港人同意我的想法且意志坚定 我所说的就必定成真 因为香港总是面向未来 绝不恋战过去 属于香港的成就 无人能夺走 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只求上帝保佑 3月25日 星期六 昨天晚上 我又得参加五九宴会 实在是无趣的发慌 鲁平仿美 嘴里挂着同一套对法治和终身法院的再三保证 同行的御委会成员发表了对殖民主义的看法 其中似乎带有些许种族歧视观点 我还以为他们会说出更惊人的话 毕竟老一辈中国人总会说一些西方人瞧不起人或更耸人听闻的故事 我们正在考虑向立法局提出有关终身法院的动议 看看议员会如何表态 我不觉得这么做能带来多少资讯 中方更可能认为此举与实际提交立法建议一样挑衅 今天是梁卓文最后的上班日 我在私人办公室为他举办送别午宴 他是个出色的青年 还发表了一段感人演讲 长久以来我们团队的员工都非常优秀 接着我们为国际七人橄榄球赛举办招待会 新西兰队不负众望的赢得赛事 这就和教宗是天主教徒一样理所当然 3月27日星期一 我和李叔聊了很久 一和集团要派他回伦敦经营特拉法加集团 意诸特拉法加集团为英国建筑商 执业界之牛耳 李叔觉得在香港待过后 伦敦的生活显得特别累人 这并不出奇 他保持着一贯的良好状态 对香港依然非常坚定 影童和我都很想他和他的妻子新西亚 他说自己要离开香港 并在与多年来友好的司机道别时 悲伤不已 他认同我们不能为了避免争执 就肆意接受中方的不平等提议 然后悄然离港 我们必须为港人提供继续过好日子的机会 晚上我们与邝富少夫妇和刚抵港的帕马夫妇 度过了温馨平淡的时光 杰若米帕马来港管理巴黎银行 太太安杰拉多年来在伦敦几家大报社当过记者 也是我大学同学提姆·希尔德的好友 他们比我们年轻得多 言谈举止也相当有趣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